謝謝主席 有請主委 主委請 主委找 好 華為你找 今天修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 這個我看不懂 我為什麼說我看不懂 法條上面講說原則上是適用金融消費者 第二項排除規定 不符合要件的 就不適用 好 現在今天寫的條文是 如果不符合一定財力或專業能力的自然人或法人的資格要件 既然不在排除規定之外 不是本來就要適用嗎 我說的對不對 對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增加明資的主觀要件 你還要明明知道它不符合要件 才會適用 這個是在保護消費者 在強化還是在弱化 這個修法的意志當然是要強化 把它擴大適用範圍 不過這個有 不是啊 有擴大嗎 我們剛剛的討論不就很清楚的 客觀要件不符合 排除的規定 那本來就應該回到原則適用啊 加一個明資的要件是在強化還是在弱化 這個有些事實要看事實的演變 這跟事實有什麼樣的關係啊 來 金管會 對 唸法律的人上來幫主委 這樣我跟晃文 包括 法律處的代處長來援助 我們代處長他 請處長說明 我們是可以請副處長過來 沒有關係 誰都可以 金管會齁 在今天這個條文悶不吭聲 我非常的失望 還採取開放的態度 沒有必要增加一個主觀要件 是在強化還是在弱化 李德你過來 你跟黃委員說明一下 報告委員 我們贊同明資的這個用語是不正確的 所以我們贊同 剛剛主委報告為什麼不講 對不起 我是知道這個明資這個認定 在認定上是 客觀的要件不符合 本來就應該適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還增加一個明資的要件 你們主管機關在 針對金融消費者保護這麼重要的事項 可以這樣混水摸魚喔 包括黃委員 這個不是我們提的文字啦 我當然知道不是你們提的文字嘛 金融消費者保護是你們金融 是金管會的法定職長 現在我有在問更重要的事情喔 你們那個 這個是喔 美國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他們的網站 我之前已經問過金管會好幾次喔 就金融消費者的保護 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啦 法規有強化的部分沒有錯 但是我從進財委會以後 我最失望的 是金管會在執行的時候 執行現有的法規的時候 執行不利 我現在就問一個很具體的問題啊 你們到底有沒有要研議啊 去設置金融消費者保護的專責的局 你們現在裡面分事局嘛 按照業務的單位 之前這個問題我已經提出來過了 今天你只要給我個答案 我們目前的做法是有一個任務編組的做法 在哪裡的任務編組 我們金管會本身 金管會本身有對外宣告嗎 這個... 你要不要設一個專線電話 讓所有因此受害的金融消費者 直接打你們的電話 有一個統一的專口 你們有個專責的機構可以負責 當然可以這樣做 可以嘛 行政機關 什麼時候可以做出來 我們已經開始在運作了 好那你那個電話是幾號 現在公開跟大家講 對不起這個電話 我們設了沒有 不是打就有了嗎 不好意思曾委員 現在是我在質詢的時間了 不是啦 那個... 最少在網路上 不是啦曾委員講的很有道理啊 他說早就有了啊 早就有了 到現在還執行的這樣哩哩哩哩的 代表之前那個早就有了 你們覺得那個早就有的 任務編組成效如何 我們可以來加強他的效果 不是啦 你拒絕設金融消費者保護局 沒有關係 你拒絕設你就要執行了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這個... 金管會不是叫拒絕啦 目前要看實務上一些困難 目前... 實務上有什麼困難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目前政府的整個政策 就是希望精簡機關的組織 那我們這時候逆勢操作 這個是非常大的困難 精簡機關的組織 逆勢操作很困難 我現在跟你講啦 政府的資源花在刀口上 我100%贊成 但是你浪費一堆資源 我等一下馬上就講到 去做一些沒有用的東西 該做的事情 沒有一個專責機構做 現在主委的意思啦 就是... 你透過你講的任務編組 可以達到金融消費者保護 能夠執行層面 比上一屆做得好 你有沒有信心? 我會努力 你會努力 你有沒有信心嘛 有信心 有信心嘛 好 沒關係 我們具體的 接下來 好好的檢驗 那就請華文 本席喔 站在保護金融消費者的立場 絕對不會改變 法律的修改 執行的層面 特別是執行的層面 金管會要負很大的責任 來 你提到喔 有關榮元的問題啦 來 國際通 我質詢第三次了 你們金管會的報告交上來了 主委我老實跟你講 我看不懂啦 什麼叫看不懂啊 就是 你們用18個工作天 完成了這個審查評估 最後的結論是什麼 最後的結論是 虧了4000萬 營業額加起來 收率只有30萬 來 主委我只問你一個事情 這件事情是全體納稅人買單 還是金管會有打算要究責 法律我說明一下 這件事情交易所 已經有處理了 而且失 沒有 失董事長 交易所把它停止 這個我了解 我也百分之百贊成 一個月 花300多萬 在101裡面 很漂亮的辦公室 結果一個月的營業額 講出來會笑死人 比早餐店還要低 我現在只問一件事情啦 虧了錢怎麼辦 金管會現在的打算是 全體納稅人買單 還是要去追究當初 做這個決策的人 要負責 不過假使當初整個結束過程有瑕疵 這個我們會來檢討改進 好 什麼時候提檢討出來 原來目前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已經在那裡的一個單位 要怎麼把它解決處理掉 這個也贊成嘛 現在我講的只有究責的問題啦 現在虧了這4千多萬 是全體納稅人買單 還是金管會要究責 給一個答案 不過我在這裡必須要跟黃委員說明 我想任何決策 他當初假使沒有尋師 沒有什麼為自己或是什麼 冠商勾結之力的想法的時候 我想任何決策 你要讓他有一個試驗的空間 任何決策做決定 最後14的結果一定有風險 不能說這樣就要去追究當初這個結束者 否則這樣的話 等一下沒有人敢做事情啦 沒有關係啊 所以我才要你們去提這個評估報告出來啊 所以我們提 我看了這個評 我看了這個評估報告出來 我只有簡單的兩個字 當初的評估就是草率啊 主委你現在就是要幫以前的政策辯護就對了 是不是 也不是這樣 過去因為這個過程 我還不是很了解 沒關係你回去了解好不好 好 這個問題我會不斷的問下去啦 但是我知道交易所已經在做很明快的處理了 你現在齁 你跟大家講 說政府組織機關要整編啊 資源要好好用 我百分之百都贊成你 但是你面對這種明顯浪費納稅人錢的事情啊 軟趴趴不敢就責啊 非常失望啊 假使有人要負責任我們會就責 你現在不能做這樣的論斷 我當初做這個決策的政教所董事長 李肅德先生 沒有關係啊 責任我會繼續追下去啊 現在大家另外一個很關心的問題啊 就是金融機關 所謂的所謂的一個幫派的金融幫啊 大家對於說 先在政府機關任職 調到民營 調到國營的國營 去裡面任職以後 迴避了那三年的回轉門條款 再到民間機關啊 去 再到民間機關啊 去任職 那這些人之前都是財政部 都是金管會啊 的高顧官 怎麼樣 你們過去的人去 遷渡這些以前的長官 主委 你贊成現在這樣子 就是規範的狀態嗎 今天喔 金融消費者保護 法的修正 跟TRF有關係 這位局長 我一進財委會就先質詢他 我說的就是TRF啊 每次管制 都是在出事以後 總共有三波 我說的話我負責 當初的執行引貸 全部都可以調出來 來 從財政部金管會 到國營企業 再轉到私人企業 這樣子的現象 從國營企業 再轉到私營企業 的這個部分 主委 你贊不贊成 應該進一步強化管制 這個旋轉門條關 黃委員所提的事情 當然先說到這個 旋轉門的問題啦 這個旋轉門 目前的法律 已經規定很明確 我們就照法律來執行 對啊 現在法律規定很明確 但是有漏洞嘛 所以我進一步 再請教主委的是 你贊不贊成強化管制 你是贊成還是反對 什麼叫做強化管制 你離開了財政部 或金管會以後 轉到國營企業 在這邊洗 洗了三年以後 就可以直接 再轉到民營企業裡面 去當董事長 強化這個管制 金管會主委贊不贊成 我想這個黃委員 這些人不管是誰 他在他的行業上 都闖蕩幾十年 我想都有相當的專業 那他的品格啦 其實也是長時間經過檢驗的 那只要符合法律的規定 他們在不違法的規定 要出任什麼職務 我覺得應該要 按照現在法律的規定 我不方便在這邊表達 沒有 我現在要你主委的意見 你贊不贊成推休法強化管制 我覺得讓這些社會上 已經相當受尊敬的人 這是我個人意見 不要講我反對 能再繼續為國家社會奉獻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情 這個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李俊逸委員 之前召開記者會 強力抨擊的 那沒有關係 你有你的看法 立法委員的看法 要拆解這種金融幫 去弱化整個金管會管制的能力 這種結構性集團的現象 是我們接下來推動修法 努力的方向 到時候法案到委員會的時候 沒有關係 主委你可以回去想 你好好地想清楚 你是贊成還是反對 謝謝